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的真正的样子也就愈发无从得知了 真实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最需要的东西 但是它又格外的稀缺 不过要说如今哪档节目够得上真实二字 小编觉得吐槽大会可以算一个 记得吐槽大会第一季的时候 四天点击量急破亿 最后已超过15亿的点击量收官 而12月10号在腾讯视频上线吐槽大会第二季 更是在两天内播放量就破亿 究其原因 无非是吐槽大会刷新了大家 对于喜剧脱口秀的概念 在这个习惯于客气礼貌 恭维奉承的社会上 大家第一次看到有一个节目敢公开 第一次看见明星们收起自己的玻璃心弹 笑风声的回应那些黑历史 尤其是作为一档强调临场演出效果的 美式喜剧脱口秀节目 吐槽大会有别于其他节目的最大特点 就是全程无安忌 无中场休息 完全以准时播的方式进行现场录制 这也让节目的真实性更善一个台阶 不存在所谓的剪刀手 所见即逝时 在如今这个连真人秀都不一定真的时代 吐槽大会可以说是市场上一股难得的清流了 吐槽吃门手艺不怕冒犯 嘉宾敢于吐槽吐槽大会 其中关键的环节之一就是吐槽 一方面要深入的挖掘明星们的黑历史 另一方面又要敢于这些所谓的黑点 说实话 就拿吐槽大会第二季来说 小编很多时候都担心正在吐槽的嘉宾会被走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犀利了 比如曾经的综艺天王吴宗献一而在 再而三的被吐槽曾经破产 被告 结婚生子 退 出娱乐圈 与周杰伦不合等事 这些点随便拎出来 一个都是猛料 伊能静更是被指指批徒 装嫩装粉爱 爱哭 鸡汤圣母 姐弟任不幸福 歌曲里面不错自当 讲道理 别说是明星 哪怕是普通人听到这样的话 估计都很难笑得出来 很久没出现过的刘谦 付出后第一部中计就是吐槽大会 不得不说刘谦胆子真的大 被讽刺从春晚上消失后就再也没上过 从此成为过气魔术师 甚至连年轻时进过传销 这种古早黑历史也被挖了出来 就连级才华与美貌一身的顶级网络红人 poppy讲 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槽点 也被吐槽招到逻辑思维撤资仪式 主持人张绍刚更是被disday构向 一个腿受伤的梗 被去了整场 更是被华绍现场实力强翻完 导致在嘉宾戏看到他的时候 要不就是得摔手卡 要不就是被其他嘉宾按住说 算了算了 昨天播出的最新一期中 甚至连著名的钢琴王子朗朗 都被吐槽了节目组真厉害 本来是才华横溢天才的钢琴家 在吐槽大会上却被吐槽说像表情包 尤其是弹琴时的姿态 就像在做足底按摩一样 不过要说最惨的还是黄国伦 全场被嘉宾吐槽说 鸟巢演唱会没人去 到处送票 八十八低价票 亏了一千万血问无归 听得小编都快心疼他了 说实话 让吐槽大会的嘉宾心里承受能力挺强的 嘉宾也确实是敢说 不过呢 尽管吐槽是如此的犀利 但是无论是被吐槽的嘉宾 还是看节目的观众都不会有被冒犯的不舍感 反而是觉得整场看下来笑个不停 这也是体现吐槽吃门手艺的地方 通过段子化的演绎 让犀利的吐槽点 变得异于接受了起来 在一阵阵笑声之中 大家曾经疑惑的关于外套们的留言得到了解答 比如吴宗健为什么和周杰伦不合 叶玄到底是不是真的背下了酱头 Paul Pei讲 为什么会被罗吉斯为撤资 朗朗弹琴的姿势 为什么如此特消别魂等等 同时 大家也对明星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发现了许多以往不曾了解的故事 原来著名母亲胡特小时候 也被爸爸运动待遇打过 原来娇滴滴的公主伊能静 曾经靠起盘子 给家里还了一千多万的债 原来中国好舌头华少 直到十二岁才能流畅的说话 原来黄国伦的鸟巢演唱会真的没有亏本 可以说 吐槽大会虽然重点在吐槽 但从来不是为了吐槽而吐槽 而是试图让大家通过吐槽背后的小故事 通过每个嘉宾不同角度的解读 去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多面立体的明星 而不是被人云云云的谣言牵着鼻子走 校对需要勇气直面黑点 明星释放自我 之前网络上曾经流行过一个词 人间不拆 意思是说 人生已经经历过那么多艰难痛苦的事 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不要一文再再而三的拿到台面上来说 因为每一次重席都像是二次伤害 这也是为什么吐槽大会会说 校对需要勇气 承认挫折与失败太难了 比当初经历的时候还要难得多 就连鲁迅先生都说过 真的猛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普通人 在名人们身上更是体现的尤为明显 以往明星们面对敏感问题 往往都采取不回答 不理会 或者是提了就生气 翻脸的这种态度面对 一旦有记者要提问 都得先筛选良久 过滤掉所谓的敏感问题 才会接受采访 但是在吐槽大会上 明星们面对这种 直指自己痛点的吐槽 不仅不会生气 还会对真诚的给予回应 或者是优雅的进行反击 这是在别的节目上 难得见到的事情 吴东线面对与周杰伦的争议 他丝毫不躲不藏 直接承认当初他就是把周 杰伦连同自己的公司打包出售了 伊能静被各种争议 流言黑道体无完肤 但是他仍然乐观地告诉大家 他就是这样的老少女 公主伊能静 他可以直面争议 但对于那些无是生非的指责 他也可以回对 曾经火遍全国的刘谦 直面自己如今不火的现实 在吐槽大会上 凭借一番精彩的吐槽 拿下当场Dawking 实力证明自己不仅魔术变得最好 脱口秀也不在话下 还有谭维维 当年他的一手谭某某 引起轩然大步 大家都说他在讽刺当年的超女冠军上文杰 说他不礼貌 而他在吐槽大会上也是给出了回应 这不过就是歌曲的艺术表达而已 朗朗也是 面对各种dis他弹琴姿势的言论 他也没有拿出艺术家的架子 而是真诚又耐心的解释 其实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太懂钢琴的时候 喜欢用表情来体会音乐的情绪 可以说 吐槽大会 是把明星们的黑历史和流言集合在了一起 让他们当面集中回应 有人会觉得 明星吗 何必这样为难自己去吐槽大会找骂呢 何必要把自己以前不愿意面对的 那一面赤裸裸的展现出来呢 好好的做一个光鲜亮丽的完美 哎呦不是挺好的吗 然而 这些名人们赶上吐槽大会 恰恰就证明了 他们具有这样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他们敢于直面人生的不如意 敢于去面对那些争议与质疑 这种拿得起 放得下的积极人生态度 也让大家知道 其实过往的困难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同时 明星们也是借着吐槽大会这个平台去释放自我 去卸下平日里的各种防御 来说说真正的心理话 面对恶意的抹黑与重伤的时候 他们也想要解释 面对网友 粉丝们扑面而来的各种 所谓的同情和惋惜的时候 他们也想向大家证明 其实自己真的没有那么脆弱 作为一 这从吐槽大会 第一季追到现在一期不落的忠实粉丝 小编觉得尽管吐槽大会 还有一些小的缺点 比如偶尔一个更容易说得太久之类的 但是整体来说 瑕不掩瑜 他之所以能够这么活 确实是有理由的 一方面 吐槽大会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 通过吐槽的方式 去展现明星们的另一面 这不仅让大家觉得十分搞笑 而且还让大家看到了明星们最真实的模样 在节目中大家发现 明星们也会吐槽亏难过 也会生气想要回对黑子 也有自己的缺点 也曾遭遇过失败和挫折 他们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光鲜亮丽 他们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人 另一方面 在吐槽大会的真实背后 体现的其实是当下最流行的生活态度 在这个生活压力日益增大的新时代里的年轻人 已经不再适合过于那种严肃的论调 也已经吃不下心灵鸡汤那一套了 大家现在需要的 反而是所谓的毒鸡汤 丧文化 是一种通过自嘲自黑来剖析自己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 小编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最大的勇敢 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仍然热爱生活 这或许也是吐槽大会 更想传递给大家的东西 在看清生活的不如意和不美满之后 依然拥有效对人生的勇气